欢迎收看财经Espresso 晚上好 我是夏师 来关注马股在今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的表现如何 蓝筹股在闭市前几分钟一鼓作气冲高 驱动马股临维大涨17.71点 以1796.81点全天最高封关 全年更上扬155点表现良力 汇率方面 马币风光收尾对美元表现 傲视其他亚洲货币 一举来到4.0440令吉 全年升值10.87% 涨幅居亚洲第二 接着是今天的市场加异数据 本地机构及外资今天净买入8774万令吉 以及5229万令吉 而散户则净卖出1亿403万令吉 接着由企业Black and White的单元 进入2017年的尾声 今天作为马股最后一个交易日 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2017涨跌及热门股有哪些 马股唯一股价破百的雀槽 成功挤身宗旨新成分股 并在宗旨观环加持下取得不俗的涨幅 起了25令吉 成为最大涨价股 排行第二的是油气股恒源 受到国际油价经期渐渐回扬影响 盈利表现亮眼 首9个月尽力涨了4.69倍 带动股价起扬14令吉27仙 此外科技股表现毫不逊色 由KESM科技领涨 该公司全年股价走高9令吉65仙 是第三涨幅股 接着来看2017年三大跌价股有哪些 今年跌入下跌榜公司虽然来自不同领域 但都有类似原因 那就是获利疲弱以及前景暗单 位置榜首的英美烟草 在彻里大马生产线一年后 遭猖獗撕烟以及消费期值低落双面夹击 全年下错4令吉60仙至40令吉 排在第二的则是国油气体 全年下错3令吉82仙至17令吉40仙 至于排在第三的马杜西工业 受到原料走高 以及来自中行业者的竞争拖累 尽力大幅度下滑 拖累公司股价表现 全年下错2令吉77仙至4令吉03仙 最后来看三大热门股有哪些 国际原油价回温油气股毫无悬念 成为2017年市场关注焦点 大红花石油及婆罗石油 各占据了榜中的第一及第三名 大红花石油为了扩大事业版图 购买显客公司 烧沙巴资产 量价齐升 不仅股价飙升1.18倍 从去年的第七更飙升到了第一位 另一方面 数码时代崛起 小新科技股也受到追捧 专注于能源和资讯科技两大核心业务的抵耐 不晃多让 全年交投量达82亿1994万股 积升全场第二名 最后随着2017年的结束 财政营Expresso 周末特贝 也将与大家暂时说再见了 下星期将为您播出最后一期 主题是展望2018的大马 感谢大家的支持 也感谢您收看今晚的财经 我们明年见